财政部紧张了,调整了国债发行计划 新的计划意味着什么呢? 又会怎么影响后续的美股市场呢? 鲍威尔说,对于现在的政策是否紧缩没有信心 却又淡化经济对于通胀的威胁 最新的美联储例会应该怎么解读? 劳动力市场是牵动当前经济和市场的关键 我们今天就来看两份重要的数据 来把握劳动力市场的情况 降温还在继续吗? 制造业的关键指标出现大跌 摔推预期又抬头了吗? 那么就开始新节目吧 今天的市场走势震荡 最终三大股指全线收涨 其中纳斯达克和标普百都涨超1% 十年期国债跌近2% 板块方面 今天科技和通讯交流板块领涨 都涨了2%左右 只有能源和必需品下跌 能源领跌跌了0.33% 上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财政部的国债发行计划 这次的计划受到了华尔街的广泛关注 会影响长期利率的走势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根据声明 这次财政部打算发行1,120亿的新债 来替换掉11月15号到期的1,022亿的旧债 同时多融90亿的资金 这体量略低于一些大型承销商1,140亿的预期 但整体依然有所增加 发行计划分为三个部分 下周二会发行480亿的三年期国债 周三发行400亿的十年期国债 周四发行240亿的三十年期国债 彭博表示 这次的关键区别在于财政部 放缓了十年期和三十年期的国债蒸发 报告一出 尽管调整很小 但是三十年期国债还是因此上涨 利率下跌了八个几点 之后财政部说 会增加发行的体量 未来两年和五年期的国债 每个月会增发30个亿 三年期国债每个月增发20个亿 七年期国债10个亿 从发行的期限上来看 财政部对长期利率的上涨 还是有所顾虑的 在国债发行上 会更侧重中等期限的国债 国债的顾问委员会TBAC表示 投资者更喜欢期限低于十年的国债 针对这些国债的流动性和需求大一些 有一些早期的苗头 似乎反映国债的需求在放缓 但所有的拍卖都被超而认购 委员会还承认 市场参与者因为担忧美债供需不平衡 所以造成了国债的抛售 对于到期时间一年以内的短债 财政部则表示 会保持当前的发行体量不变 一直到11月下旬 四季度总的发行量来到7760亿美元 低于8月份预计的8520亿 明年一季度会再发行8160亿 如果总结一下 华尔街对这次国债发行计划的主要观点 那就是这次的计划 对于美股来说是相对积极的 国债发行的分布和侧重 降低了对于长期利率的威胁 10年期国债利率出现大跌 整条国债收益率曲线出现了下降 这相当于放松了金融环境 阿吉认为 这次国债的发行计划 有点雷声大与点小 实际上各方最担忧的 就是新的计划 会不会推升长期利率的上涨 现在石头落地了 财政部已经考虑到了 发债对长期利率的影响 而且实际发行的量也略低于预期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 财政部将不会成为长期利率的威胁 算是短期内的另好消息 但财政部也说 未来发债的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 也就是说 国债供给进一步上升是确定的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会持续下去 这就给了长期利率持续上涨的压力 也就是说 未来即便是下跌 跌幅也会很有限 除非美联储重新下场买国债 压低利率 不然我们应该抱有长期利率 大概率会保持一个相对高的水平的预期 而这个结果也继续说明 在美联储转向之前 整体市场对于估值并不是很友好 我们投资者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适时的调整仓位 多配置一些不依赖估值扩张的标的 转而以盈利增长为主 可能更适合当下的市场环境 接着就是美联储例会了 这次美联储按照市场预期没有加息 在之后的记者会上 鲍威尔还释放了几大重要信号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两点 美联储先是公布了利率声明 声明几乎没有动 只有开头那个段落 措辞进行了调整 对于经济的描述 采用了更加肯定的语言 比如把solid pace 换成strong pace 用moderated来形容新增就业 而不是slow的 这是为了呼应最近公布的强劲GDP数据 除此之外 声明当中还加了financial 指代金融环境 针对的是最近不断上涨的长期利率 保持利率不变这个决议 也获得了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通过 很多分析师就说 11月份确认利率保持不变 对于市场来说 就是又一块石头落地了 强化了美联储已经结束加息的预期 于是市场也给出了积极的反馈 接着就到了最为重要的记者会环节 阿吉为大家总结了记者会上 几个最为关键的回答 首先记者问鲍威尔 长期利率的变化 在这次决议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鲍威尔给出了一个非常长篇的回答 他说我们先来看看背景 通胀已经下来了 但依然比我们2%的目标要高 劳动力市场在恢复平衡 但依然很紧张 GDP增长还是很强劲 虽然很多人预测未来会放缓 对于美联储委员会来说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持足够紧缩的货币政策 来让通胀回了到目标 但现在我们对此没有充足的信心 这换句话说就是 尽管长期利率的上升 收紧了金融环境 但我美联储不会放弃在未来 继续使用加息手段来完成目标 鲍威尔就指出金融环境的持久变化 的确会影响货币政策 但关键在于持久 并强调 现在还无法下结论说 长期利率的上升 美元的强势会持续下去 让金融环境保持更紧缩 而针对长期利率 鲍威尔还表示 它的上涨不能是因为 抱有对更高联储利率的预期而上涨 之前我们在分析长期利率的时候就说过 美联储的利率水平是长期利率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是因为这样的预期上涨 那么就意味着 只要美联储不照做 长期利率就会下跌 起不到持久的效果 阿吉认为 鲍威尔其实就在强调 长期利率的上涨 只会让美联储变得更谨慎 但还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更不能因此认为我们就不加息了 另一个重要回答 是关于经济会不会放缓的问题 美联储传统Nick就问 加息已经加了525个基点 美联储还在缩表 我们还经历了银行危机 这么多事 结果经济还是很强劲 美联储如何有信心 经济在未来会放缓到低于趋势的增长呢 低于趋势的增长 是美联储认为控制通胀的必要条件 鲍威尔显然是被问到了 打了个马虎眼 摔锅给了政策可能有之后性这个说法 并承认当前的经济表现很让人意外 但在后来另一个回答当中 他做了更为详细的解释 鲍威尔说 趋势增长大约在2%左右 这两年 因为经济在扭转疫情时期 造成的失衡的缘故 经济的增长潜能高于趋势 也就是说 就算经济增速高于2% 也有可能低于潜能 按指高增长 也不一定对通胀不利 这里需要简单解释一下 潜能增长是经济在可持续的情况下 理论上的增长速度 趋势增长和这个概念基本相同 实际增长 则是经济的实际产出 理论上看 当实际增长高于潜能增长 就说明经济过热 会推高通胀 但鲍威尔在这里强调 也可能低于潜能 其实就是在淡化 当前的高增长 对通胀的威胁 在9月份的会议中 鲍威尔曾经提到 强劲的经济增长 对抗通胀不利 而这次会议 居然反过来淡化这一点 这其实是相对鸽派的一种回应 关于长期利率 对于降息和缩表的影响 鲍威尔就说 委员会都还没开始讨论这些事 现在不会停止缩表 也不会考虑任何和降息相关的议题 目前的重重之重 在于确定当前的货币政策 是否足够紧缩 关于银行压力和BTFP 是否会延期 鲍威尔说 美联储也没有开始思考这件事 明年一季度才会开始想 是否要延期 BTFP是银行危机之下 美联储推出的兜底项目 允许问题银行 以票面价值抵押自己持有的债券 来获得流动性 也就是借现金 期限为一年 也就是说 明年三四月 会有带浪的债券银行们需要赎回 在更高更久的利率预期下 这些债券的价格并没有恢复 如果美联储不延期 那么对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也是明年上半年 影响市场的一大风险 而如果美联储最终选择无限延期 则和量化宽松QE没有本质区别 关于昨天的就业成本指数ECI的看法 鲍威尔说 如果会看过去几个季度的数据 我们就会发现 薪资整体呈下滑趋势 越来越接近符合2%通胀的增长水平 最新的报告 只是在确认二季度的下滑趋势 也就是说 ECI只跌起稳 并没有引起它的紧张 是个相对鸽派的信号 阿吉认为 整场记者会 最鹰派的字眼 就是一开始说的没信心 表示现在 还没有充足的信心认为 货币政策足够紧缩 其实就是在暗示市场 不要以为未来就不会加息了 这也是市场 一开始出现下跌的原因 可在随后的问题里 鲍威尔的语言 基本上都在保持 小心谨慎的主基调 拒绝透露任何 关于接下来动作的信息 再加上一些淡化 经济火热威胁的言论 我们也就看到了 后来市场 头也不回地往上涨了 很显然 鲍威尔是有意淡化 经济火热对通胀的威胁的 而在没有看到薪资 或者核心通胀反弹之前 应该不会改变这个态度 所以周五大费农的 薪资变化非常重要 从今天市场的反应来看 也印证了前段时间 说看多美股的一大因素 那就是投资者 会逐渐发现 美联储已经加完息了 从而产生乐观情绪 促使股价打涨 但当前的涨势是否持续 还需要再观察 下面我们再来看 劳动力市场 今天有两份重要的数据出炉 分别是JOLTS空缺岗位 和ADP就业数据 这两份数据 能告诉我们 当前劳动力市场 怎样的情况 降温还在继续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先来看看 更为重要的JOLTS空缺岗位 空缺岗位代表 经济体内用人的总需求 现在依然远高于劳动供给 如果总需求 不能够持续地下降 那么未来薪资降温 就会成为一个难题 最新的数据显示 9月 美国的空缺岗位为 955万 高预期的930万 也高于8月上调后的950万 反应市场用人的 总需求依然坚挺 其中 岗位增加最多的是 住房餐饮 增加了14.1万 是这次数据 坚挺的绝对主力 艺术以及修行娱乐次质 增加了3.9万 岗位减少最多的是其他服务 减少了12.4万个岗位 其他服务里面包含的工作 五花八门 主要有各种维修服务 习健康服务等 联邦政府和信息行业 也都减少了4万个岗位以上 辞职率方面 9月的辞职率为2.3% 已经连续三个月 维持在这个水平了 裁员比例为1% 也没有什么变化 美联储最关注的 空缺岗位和劳工占比为 1.5比1 也就是说 每个找工作的人 有1.5个岗位可以选 依然十分紧张 从这次JOT的数据可以发现 空缺岗位 虽然比起高点的1200多万 已经下降了不少了 但8、9月 却有奇稳反弹的迹象 这个走势 也符合我们最近看到的 各种经济数据 比如昨天的就业成本指数 ECI 之前的大费农数据等 而在公布了三季度的GDP数据之后 这就不难理解了 是火热的经济 让这些数据 都止住了下降的趋势 未来美联储 以及我们投资者 需要观察的重点是 四季度如果经济降温了一些 各路经济数据的下行趋势 是否还会持续 对此我是相对乐观的 在三季度 录得4.9%的强劲增长之后 各项经济数据的反弹并不明显 核心通胀 还有和通胀关系最密切的薪资 也都延续着放缓的势头 四季度的经济 大概率也不会有三季度那么强势 所以各项经济指标 继续降温的可能性很大 而说到四季度的经济指标 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 10月的ADP就业数据 ADP统计的是 美国私营部门的就业情况 虽然大费农更加权威 但ADP的优势就在于 它的数据是实打实的 由ADP的客户企业提供的 而大费农很多数据都靠推估 近些年的调查回复率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权威性和准确性 实际上是有所下降的 但还是市场最为关注的就业数据 ADP的数据显示 10月美国新增了11.3万个岗位 远低预期的13万 但高于9月的8.9万 其中服务岗位增加了10.7万 商品岗位增加了6000个 在服务岗位方面 这次增加最多的是医疗教育 多了4.5万个岗位 贸易交通和公用事业次资 为3.5万 金融服务增加了2.1万 下降最狠的是专业和商务服务 减少了1万个岗位 在薪资方面 10月流港的人薪资同比上涨了5.7% 低于上个月的5.9% 跳槽的人薪资同比上涨了8.4% 和上个月的9%相比继续降温 两者都创了2021年以来的低点 ADP的经济学家就指出 这次的报告很平均 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表现突出 驱动了整个就业的情况 薪资继续放缓 虽然是个好消息 但依然足以支撑强劲的消费 换句话说 就是通胀还是有上涨的威胁 阿吉认为 ADP薪资放缓 就代表美国的私营部门 劳动力市场降温还在继续 这算是一个好消息 现在分析三季度的数据 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更重要的是 看四季度的第一个月已经过去了 经济是否有降温 降温了多少 这些对于利率预期和美股走向 都会有重大的影响 还需要持续的关注 说到经济降温 今天还有ISM公布的制造业PMI数据 制造业PMI是反映 经济未来走势的前章性指标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10月的制造业如何了 数据显示 10月美国的制造业再度萎缩 PMI指数从上个月的49下滩到了46.7 也低预期的49 其中代表未来需求的新订单指数 10月下跌了3.7个点 从49.2下滑到了45.5 就业指数出现了大跌 10月跌了4.4个点 从51.2下降至46.8 跌进萎缩区间 深山指数也下跌 现在为50.4 刚好在扩张和萎缩的边缘 库存和库存订单指数 则还在继续下降 物价指数反映 价格放缓的速度有所降低 总体而言 低预期的PMI指数 算是这段时间内 一个非常难得反映经济降温的数据 而这里面 阿吉觉得最值得关注的 就是就业的情况 因为现在整个美国经济最大的支柱 就是紧张的劳累市场 制造业的表现又具有前瞻性 所以如果失业率要升高的话 也会从制造业开始 从图中可以看出 就业指数整体呈下行趋势 反映了高利率环境下 整个制造业的就业有所降温 报告指出 在统计的18项细分行业里面 只有4个行业就业出现了人员扩张 10个行业人员下降 企业们反映进入四季度 经济放缓了 对于成本管理 特别是劳工成本的管理更加激进 阿吉认为 制造业PMI再次下跌 代表我们依然不能够排除 摔退的可能性 制造业持续地处在萎缩区间越久 出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 现在已经超过一整年了 之前我们就发现 制造企业下半年复苏的美梦泡汤了 而这个美梦 是他们不愿意减缘的一大原因 怕财了就赶不上复苏了 现在随着我们进入四季度 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 未来需求复苏很难 当初囤积的劳动力可能要被逐步放出来了 未来就需要密切关注制造业方面的就业情况 也许会打响失业率飙升的第一枪 除了这些信息以外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知道 日本央行利率曲线控制调整 还有消费者信息指数等其他消息呢 昨天 日本央行的一些细节没有放在视频当中 包括量化宽松调整 对市场的影响 还有观点说 利率曲线控制实际上已经被废除了 这又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动荡呢 这些的详情 都放在我们9点半的每日报告中了 方便大家一眼浏览新闻重点 轻松了解华尔街 还有各大财经博主的观点 欢迎大家点击置顶评论中的链接查看 明天还有苹果的财报 大家别忘了关注哦 以上今天全部内容啦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得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是输出不易 按照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